人體實驗室胡哥來測試 這是傳統的植牙 很多人很怕痛 就避而遠之 不要怕 現在有種叫 電腦導引植牙 號稱是快速 準確 而且疼痛性非常的小又安全 什麼叫做電腦導引植牙呢 跟著我一塊到牙科去做體驗 林醫師你好 想要請教你 這個傳統的植牙 跟電腦導引植牙 到底它的差異在哪裡 其實我們傳統植牙 最擔心的就是去傷害到 一些重要的人體組織 比如說蝦兒的神經 藉由電腦導引植牙的幫忙 我們可以在事前 就利用電腦的科技 把這個理想的植牙位置 都把它設計好 計畫好 之後藉由3D電印的 手術導板的幫忙 我們可以很準確的 把這個植牙的牙根 直到這個理想的位置 不要去碰觸到一些 不該碰觸的一些組織 好 問題來了 植牙最怕就是疼痛 這個會有疼痛嗎 跟傳統植牙會不會 比較不痛一點 我們可以以微創植牙的方式 也就是說我們不需要 去把這個牙肉 整個把它手術的方式 把它翻開來 我們可以直接就是 以這個透過電腦導引的 這個3D列印的這個 植牙手術導板 直接把這個人工植牙的牙根 直接中到牙床裡面 而不需要去做一些 翻開牙肉縫合的 這樣的這個過程 好 林醫師 我迫不及待想要體驗一下 電腦導引植牙 到底它的程序上怎麼樣 我可以做體驗嗎 是 當然 好 那我們先做 OK 我們先做一個 口內掃描的這個過程 口內掃描 是 它是藉由一個 口內掃描機 把這個我們傳統 可能必須要用石膏模型 去做這個 取膜之後去造石膏膜 那我們現在可以直接在 用掃描的方式 把它轉換成一個電子檔案 所以變成3D的圖形 會呈現出來 是 沒錯 這個有助於醫生 做什麼樣的判斷嗎 在植牙的部分 純粹就掃描來說 它只是一個就是 一個取膜的過程 取膜 對 就是它可以取代 傳統的這個石膏模 要壓在上面對不對 現在不用 就完全就有這個東西了 對 虎哥 我們接下來做一個 我們牙科專用的 電腦斷層掃描 好 林醫師 我們剛剛做了兩個測試 是不是可以告訴一下 我們呈現的結果 接下來就是 把我們從口內掃描 得到的這個電子檔案 還有電腦斷層 我們得到的電子檔案 兩個檔案 經過一定的這個軟體的轉換之後 我們把它重疊在一起 所以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去做 將來的這個假牙 它的理想位置的設計 包括藥和 美觀 形態各方面 這個就是我們 最後必須要在植牙的時候 使用的這個3D列印的這個 植牙手術導板 我們有了這個導板之後 在植牙手術當中 就可以藉由這個導板做定位 來做這個磚孔 還有放置這個人工植牙 牙根的這個動作 好 謝謝林醫師 各位觀眾假說 你要去植牙又怕疼痛 而且又沒有這麼多時間 一再往返這個門診 看診的話 不妨選擇電腦導航植牙 非常的快速 提供你們做參考 好 人體實驗室 我們電腦導航植牙 測試完成